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小胖哥 如果有在看我视频的朋友 点赞关注加转发 一键三联的朋友 可以免费执行我任何问题 执行任何问题 不收任何费用 前往都可以找得到三联小胖哥 有个姐姐问我 她说京东店铺 我想入住京东包跳队工 是多少钱你那边 我说你需要入住什么类幕的旗舰店 还是专营店 还是专卖店 她说旗舰店 运动户外的一个服饰类幕 我说运动户外的入住费用 需要三千左右 跳队工大概是四五百 因为运动户外的 没有办法免费提交 而且你这个优时旗舰店 有没有资料 她说这个运动户外的旗舰店 你那边是多久可以下店 我说一两个星期左右 如果你是专营店专卖店 就会更难一些 时间就会更长一点 因为专营店专卖店 招商比较麻烦 旗舰店反而招商比较简单一点 她说你都有哪一些商标可以看一下吗 我想做球服定制类的可以进去吗 我说运动户外的 我这边旗舰店的商标 基本上是看不了 都是随机的 一个二级类幕 不是一个同名多个类幕的户外旗舰店 如果你要开户外的同名多个类幕的旗舰店 就比较贵 她说价格有没有优惠呢 我说优惠不了了 因为现在这个价格呢 为什么说旗舰店收费相对来说贵一点 首先运动户外的 它就分为很多二级类幕有十几个 运动户外的下面 招商特别严格 它分为户外装备 户外鞋服 垂吊类的等等几个类幕的一个大部门 户外的如果说你单纯的去开 卖店专营店基本上分分分分分分钟秒拒结 要写一大堆的产品说明公司说明等等 一系列的实拍还不一定能过 而且要跟招商沟通很久 不一定能过 户外的旗舰店呢可以过 但是运动户外的旗舰店 如果你是开一个类幕的旗舰店呢 这种就相对来说比较便宜 你算一下一份字简好几百 再加一份独一无二的商标售钱几百上千 这样算下来成本要一千多 我还要找人去做图去包装各种各样的资料 跟招商去沟通 其实如果说收费三千的话 我是觉得说没有多大的利润 费用都是非常透明的 那么如果说你搞的是一个户外的 同名一个旗舰店 那就更贵了 因为同名旗舰店 你想一下开五个七八个二级类幕 那么你就要有多名字多类别的一个商标 每一个类别 光是一个商标品牌售钱就好几百 那你算下来一份就几千块 然后再做支检报告 再找人去包装等等之类的 如果说开多类别同名的旗舰店 这样开下来没有几千过万的话 这就开不了 所以说户外的话是目前 我觉得在所有京东POP里面 它最贵的就是一个开店的资料 收费是最贵的 便宜也便宜不到哪里去 那如果说你们如果有想开户外的 也要确定先开哪一种 单类幕还是多类幕 专营店还是旗舰店 因为户外的很多都不招商 最后如果说有想入住户外的各种店铺 可以联系我 三菱小胖哥 就等下了 那么 我现在看来